交点回到台湾,中钢运通工会不满公司从7月起中断台湾船员的劳健保 而且不肯再次派任在岸的台湾船员上船工作 这导致超过300名的台湾船员还有家庭的生活陷入困境 今天他们集结冲撞劳动部的大门 要求劳动部应该要认定公司跟船员间的雇用关系还有性质 而劳动部则是回应说工会跟公司的契约争议已经在诉讼当中了 劳动部依法行政难要求资方必须付保 高喊口号群情激愤 打批民众不断往前冲 警察紧抓巨马围城圈奋力阻止 现场民兵声不断十分火爆 中钢运通工会9号号召上百名船员 从高城北上集结在劳动部门口 汉话要劳动部长何佩山出来面对 台湾船员被断保 台湾船员被断保 中钢高层四个保 中钢高层四个保 工会更带来一叠睡带山 汉话不排除国庆日当天前往总统府 直接向赖兴德总统臣请求救 工会表示中钢运通从7月起 违法中断所聘雇的台湾船员劳健保 导致超过300个台湾船员及其家庭 生活陷入困境 且中钢运通与船员间的劳动契约 应属于不定期契约 资方片面断保已经明确违法 外送员的公司主张他们跟外送员之间不是雇佣关系 所以不用帮他们投保 不用负担雇主的责任 可以当免洗快一样 想要就要不要就不要 跟后面船员的处境一样 就像2021年一样 进去对实质的劳资关系 雇佣状态进行劳动检查 除了抗议工作群被中国籍船员剥夺 并举外送员为例 要求劳动部立专案检查 认定劳动契约性质 而真结点是 劳动契约到底属于定型 还是不定型差很多 中钢运通则强调 因为是定型契约 在契约期间 公司必须替船员投保劳健保 强调下船之后就是雇佣关系结束了 依法公司无法投保劳健保 我们也有开过会 那只是说公会一直要求公司 要替下船员做违法的投保 那公司也说 因为现阶段的法院的判决 就是定型契约 那劳保条例也规定得很清楚 没有雇佣关系 是没办法投保的 所以双方在这个部分 没有办法达成公司 那依照法律的规定的话 其实船员是可以到 中华海人总工会局 船长公会去投保的 这个部分呢 也因为现在在诉讼当中 对我们来讲 我们很困难去要求公司 一定要进行这样的一个付保 如果我们的本国级的船员 很有工作的意愿 但是下船以后再按上 结果等了很久 没有工作机会 那这个部分呢 只要我们拿到名单以后呢 我们会请中纲运通公司呢 基于保障我们本国级船员的 工作的机会 劳动部强调 重视公会理性诉求 呼吁中运公司善待员工 只是现在双方各说各话 契约争议又正在法院审理当中 双方的争议恐怕很难 短时间平息 记者唐家艾秋文杰台北 这一场报道